明德国中学生们特地用国语台语以及原住民语言 朗读对家乡基隆以及在地美食的爱 包括基隆市政府秘书长黄俊逸 市政府教育处长杜国正 基隆市议员张耿辉和杨秀玉 以及三大家长协会理事长等来宾们 也一起用书法写下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共同庆祝新大楼的落成启用 耗资三千两百多万元 新建的七堵区明德国中扩建教室 大学楼暨社区共读站正式接牌启用 除了让学校师生可以进行阅读课程和活动之外 星期六早上以及寒暑假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 也会开放让社区民众使用 包括有五间新的教师来提供我们明德国中的学子 跟老师有更优质的这个环境跟空间 那在这其中还包括我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共学站 那共学站除了这个我们同学可以使用到的外 那我们社区的这个我们社区的居民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利用的空间 让校园社区化社区也校园化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沈军康省校长在两任八年的任期当中 让我们明德国中的校务蒸蒸日上 在此的肯定我们中央地方的全力支持我们母校才有今天的启用仪式 在此代表民意深圳一级公 感谢你们的辛苦 那未来的未来一定要好好的来应用来结合地方 共同来分享 那在107年那时候刚好 全身计划刚好很多的竞争型计划 那明德国中都踊跃积极的争取 那明德国中这八年执行中央地方的预算 大概将近三亿 所以也是我们市长大力的协助 蔡立伟大力的支持才让学校的软硬体设备可以持续的增长 在教育处科长以及明德国中校长等人陪同下 来宾们参观位在二楼 与滴意向结合原木峰设计的阶梯式阅读站 并且聆听学生们朗读和写书法 也到三楼参观崭新的视听教室艺文展览空间 这些都是新建大学楼和社区共读站的多功能教室 另外连结旁边原有一楼烘焙教室 以及工艺和家政教室的使用 来宾们也把玩学生制作的木工弹珠台 以及手工香氛 感受优质的教学环境和多元教育 对学生兴趣的培养和发展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